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股论经 我是老潘 这两天这个市场应该说是比较活跃的 这个S&P500又往上反弹了一波 现在回来回测这个50日均线 但是能否冲过去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仍然在50日均线附近挣扎 它如果能冲破50日均线并且站稳的话 有可能会去回撤它的高点在4500点 4600这个地方 但是呢 从周线上来讲 现在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即使它冲上这个4600以上 很有可能也会形成一个顶背离的走势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个股票市场 还有加密货币市场 并不是特别的稳定 有一定的风险 纳斯达克也是如此 纳斯达克是掉破这个上行的支撑线以后 RSI呢 回来回撤上行支撑线 现在仍然是在这个上行支撑线的下方 现在是变成了压力线 所以想让它一下子完成这个往上走的动作 估计很困难 纳斯达克即将形成一个周线上的金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周线上的金叉 形成的时候一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之前呢 在这个地方 周线上的金叉形成的时候 还是有两波大跌的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 还有这一次 这个是周线上的金叉形成之后 又来了一次大跌 所以在周线上的金叉形成的时候呢 大家要小心 市场仍然有可能会有一波回调 回调程度有多大 现在我们不知道 仍然要看之后的市场走势 我们回来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这两天呢 我一直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跟大家说要慢慢的去 抄一些抄一些底 小仓位做一点抄底是不错的 我上次视频好像也跟大家说过了 比特币这样形成一个底背离 日线上的底背离 日线上的底背离 它在日线上的这个往上涨的可能性是不小的 最近它刚刚形成一个死差 比特币每次日线上的死差形成之后 都会有一波上涨 大家可以回去看之前的这个 这个最近的几次 这个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最近的一次 然后最近的第二次 然后到之前的2011 20年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去看 每次死差形成之后 都会有一次 日线上的上涨 去回撤200日均线 所以呢 比特币最近上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冲破200日均线 并且站稳的可能性并不高 所以呢 这一波往上拉升 很有可能呢 是这个庄家要去 爆一下空 因为上方的空头太多 现在这个底背离 已经是非常漂亮的完成了 RSI再慢慢的往上走 价格呢 再慢慢的往下掉 所以最近比特币很有可能 会上去回撤200日均线 这条蓝线 在27500附近 然后呢 之后会怎么样走 我个人认为风险就很大了 现在你现在的买呢 风险并不大 因为它有底背离 但是当它冲破这个 接近27500左右的时候 风险就会变得异常的大 因为死差形成之后 价格运行在这个200日均线的下方 就意味着是比特币的熊市 熊市完成之前的最后一涨 很有可能是 所以大家要这个小心自己的仓位 即使现在要做多 也不要买入太过高的仓位 否则的话呢 当它掉下来的时候 可能会来不及跑 这是比特币 然后其他的山寨币 最近也是跌得非常的惨 这个以太也是在形成一个底背离 这个价格在往下走 RSI在往上走 这是一个标准的底背离 所以呢 以太也有可能在最近往上走 但是往上走之后 就很难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去到这个 我看上一次这个以太形成死差之后呢 他也是回去回撤了一下这个200日均线 然后还有之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形成死差之后 这个是已经是进入牛市时候了 那个时候是200多块 以太均线的以太均线 以太均最近呢 有可能会有所上涨去 首先是到1740多的目标价 然后是这个200日均线的1800美元 这次上涨之后 有可能就会这个来一波大跌 所以大家要这个小心 好 那其他的山寨币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这一波上涨之后 我这些山寨币就不知道要跌到哪去了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很高仓位的这个山寨币的话 我个人认为可以趁这波拉升呢 去减掉一些仓位 好 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先说到这 祝大家这个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